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在于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 美国一些势力打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幌子 图谋以台制化 美方如果真的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旗帜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 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保护散 近来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 立即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 表达对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国家统一事业的支持 再次证明 国际社会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住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只会引火烧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